有專家指新冠肺炎輕症患者可以流家致理 服用必利痛舒緩不適而減輕醫療壓力 不過市面上課源緊絕 如果小朋友發燒又買不到必利痛 家長可以怎樣做呢? 必利痛其實只是一款藥物品牌 它的主要成分是泊熱式痛 所以買其他含有泊熱式痛成分的藥物 一樣可以舒緩頭痛、喉嚨痛等等的症狀 市面上大約有超過700種含有泊熱式痛成分的產品 主要是藥丸 如果家長買不到兒童妝 必要的時候可不可以吃半粒大人妝代替呢? 一般來說市面上每一粒大人妝藥丸一粒的含量都是500毫克 半粒就會是250毫克 其實就適用於17至25公斤的小朋友身上 如果是體重太輕的小朋友吃了的話 就可能那個藥效會太強勁 有可能配作用的機會會增加 但相反來說 如果體重是多過25公斤的小朋友的話 有可能就會不夠力的 小朋友吃泊熱式痛其實也有些事情要注意 他們每天都有最大可以攝取的泊熱式痛的劑量 每一公斤就最多可以吃75毫克的泊熱式痛 以一個10公斤的小朋友來說 他每天最多只可以吃750毫克的泊熱式痛 那怎樣去選擇呢? 要留意的就是有一些產品會加了咖啡因 聲稱可以增強止痛的藥效 但同一時間吃了咖啡因的產品就有機會造成失眠 另外有些治療感冒症狀的藥 會添加止鼻水或者花痰藥物 吃了之後容易覺得累 如果沒有病 吃泊熱式痛又可否預防新冠肺炎呢? 尤仔詩說理論上對身體影響不大 但未必有益 泊熱式痛是一個很溫和和安全性很大的藥物 其實在4克以下的份量都是安全的 但要留意的是本身如果是肝臟衰竭的病人 就要特別留意 可能他們就不適合吃泊熱式痛 香港 tower 海城空 hayat 我誰 我只能親風 その